全球舆论大动态 今宰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读报 今天我们的焦点关注的是 美国又要离间中俄的关系 国际剧 教我们关注美国的印太军事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以及打压 现在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我们来看信报和旺报的消息 美英日澳 你看举行大规模的军演 剑指中俄 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围堵 下面来看还是同样的消息 40年来最大的规模 美军演要展示17个时区的军事演习 要展示自己具备全球的作战能力 针对的还是中国 那么这样一次演习 上次演习是在上世纪70年代 现在完全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 来自于自由时报 还有Navy Time 卫星网里面指出 印度现在也要举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那么印美澳日将会在西泰举行 马拉巴尔2021军事演习 我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 究竟是在印度洋举行 还是在日本海举行 如果放在南海举行 马拉巴尔军演的话 这个性质将会发生突变 我们关注其演习的地点 印度海军也将会凑热闹 将会派四条军舰到南海 来进行常态化的部署 部署两个月 另外一方面的话 印度现在是希望 携美国以及西方某些国家 共同来抗衡中国 从陆地边界转到了海上与中国的对峙 来自于美国之音和印度时报的消息 不仅如此 印度和日本之间也开始确认 在海上进行所谓的安保合作 还是要针对中国 日本和印度其实对中国带来的威胁非常大 一个会封堵中国西太平洋的通道 还有一个会封堵中国在印度洋的通道 所以美国希望拉这两个国家 美国和印尼又启动了战略对话 承诺要捍卫南海的自由航行 你看 东盟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美国的高官走了一个遍 就是希望劝这些国家来对抗中国 还有就是哈里斯现在也准备去新加坡和越南 美国现在重点要拉的一个国家就是越南 因为越南和中国的矛盾比较多 尤其是岛礁方面的矛盾 要拉这个国家入伙来共同对抗中国 你看 美国的印太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 已经步步紧逼针对中国 你看王毅就指出 南海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 而且全力帮助东盟抗议 要防止域外的搅局者 域外搅局者是谁 美国 印度 日本都是域外的搅局者 王毅出席中盟 中国和东盟的外长会 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希望尽快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来看美军的高层 无论是参联会的主席米勒 还是海军的官员 你看都在说 要和中俄加强竞争 美军需要研发更多的新武器装备 给钱 国会赶紧给钱 那么海军的司令自然就会要求增加海军的装备 所以也是自说自话 经济日报的消息 中美经济的关系有三个亮点 三个看点 一个就是 美国经济是不是会不牺牲东降的这种趋势 还有就是中美经济关系是不是会正冷 经暖 另外就是中美的经济是不是能够跨洋而至 也就是跨太平洋而至 这个也是大家所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环球网里面就指出外交不证实 德国的军舰说我想到上海访问 我们就指出必须要表明你的善意 你想来干什么 因为军事基地可不是谁都能进的 如果你是怀着恶意到我们的军事基地的话 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了解德国的军舰想干什么 下面再来看明报德国之声法广都在说 台湾当局就说欢迎德国军舰前往印太地区 但是德国军舰也承诺给自己留了一手 就是我不会穿越所谓的敏感的水域 比如南沙西沙岛礁的12海里 包括台湾海峡都不会去 但是我们来看巴伐利亚号到印太地区要访问 结果德国的网民就说我们的军舰去那干嘛 德国海军本来就没有几条军舰 派了一个巴伐利亚到亚太地区的话 国内的安全谁来保护 而且对华确实留了一手 敏感的水域我不去 还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其实默克尔是反对的 来看信报和中央通讯社的消息 日本现在在举行奥运会 但是新增了1.2万人染疫 其中希腊的选手为什么退赛呢 就是其中也出现了染疫的问题 日本的疫情很严重 日本的医疗资源不够 只能够收治重症病例 其他的病例呢 自己看的怎么去隔离吧 美国新冠疫情现在又开始严峻了 七天平均感染的人数 超过去年夏天的峰值 都是德尔塔病例 还有德尔塔加的病例 再来看这个消息 也是说疾控中心也在强调 美国的疫情现在是不容乐观 来自于CNBC的消息 奥巴马要过60岁大寿 准备搞一个700人的party 那么现在有人就反对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你搞什么party呀 好了 《国际速报》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来看香港01的消息里面就指出 中印第十二轮军长会谈 没有谈到德普桑平原的问题 印度是得寸进尺 非要谈一些敏感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我们是寸土不让 所以这样的谈判是很艰难的 不然怎么会谈到第十二轮 阿联酋海岸附近有船只被劫尺 至少四艘邮轮发出了失控的警告 那么是谁干的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 来自于半岛电视台 也是说这个新闻 《信报》和香港01来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英国说 我将会用网络攻击的方式来报复伊朗 谁让你去袭击邮轮 导致一名英国人死亡呢 伊朗就说对不起 这个事情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要是敢对我进行报复的话 对不起我也会立即反击 莫须有的罪名其实谁都好说 但是伊朗必然会被称为莫须有的对象 《联合早报》里面就指出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就批准了 莱西就任伊朗的总统 莱西可是哈梅内伊的传人 未来有可能会接任精神领袖 所以当了总统必须要规规矩矩 要听话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顺利的接班 毕竟哈梅内伊年纪也不小了 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南部的重镇 包括其电视台 那么现在阿富汗的官员就指出 战况非常的不乐观 都是倾向于塔利班一侧 来自于文汇报和信报的消息 喀布尔现在发生了大爆炸 究竟什么原因还不知道 那么至少说明喀布尔已经不安全了 尽管喀布尔被阿富汗政府军控制 但是塔利班也团团围城 下面来看卫星网和香港电台塔斯社的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就说 塔利班短期内对中亚国家不会有威胁 他现在所关注的是内部的事物 另外就是阿富汗将领就警告塔利班 如果取胜的话 将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要问一问 为什么阿富汗政府军安全部队真的是不堪一击 这本身也是美国所留下来的一个扶不起来的恶斗 美国之音里面就指出 布林肯和加尼也就是阿富汗的总统通电话 强调美国对阿富汗的承诺 美国对阿富汗的承诺就是我要撤军 我撤得越快越好 你觉得这个承诺对阿富汗总统加尼有用吗 阿富汗总统加尼昨天就专门批评美国说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撤军 导致阿富汗国内是一片的混乱 所以美国的承诺是对自己的承诺 美国向伊拉克归还了1.7万件文物 看似是一件善举 但是这些文物为什么会丢失 就在于美国无论是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导致整个国家一片混乱 文物自然就丢失 是不是美军也趁机拿走了一些文物不得而知 但是一个国家混乱的话 文物谁来保护 文汇报 France24里面就指出 美俄之间的外交风波又升温了 美国要求俄24名外交官尽快的离境 那么俄罗斯一定会反制的 卫星网的消息还有卫报的消息 美国五角大楼附近发生了枪箭 一个人死亡 在美国枪箭天天有 子弹枪支天天卖 你觉得美国这个社会能安全吗 一年会死几万人 比战争死亡的人数要多得多 这个是谁呀 纽约州的州长科莫 现在已经被证实是对女性进行了性骚扰 但是科莫的坚决否认说 对不起我没有去摸其他的人 不该摸的人 我都没有去摸 但是有人已经指控他 说这个事实看来是真实的 美军方要利用AI系统来提前预测敌人的行动 这个实际上是对情报系统进行大数据的人工的编排 要通过一套数据来解决对情报的一个详细的分析 再来看一看朝鲜半岛的问题 朝美重启谈判 那么朝鲜就提出来了条件 对我解除制裁 人道主义方面的制裁一定要解除 另外提出来一点的话就是 不要搞军演了 你要是想和我谈判 就必须停止和韩国之间的军演 希望和绝望 你们自己来选一个吧 来自于韩联社韩国中央日报 这个人是谁啊 是白俄罗斯的反对派的某一位领导人 他在乌克兰基辅跑步 结果就会被发现死在了基辅公园 有人说这是被自杀 被自杀的意思是不是白俄罗斯 俄罗斯他们干的呢 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一个结果 但是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主要去两个国家 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立陶宛 来自于星岛日报和明报 文汇报的消息 被回国的女跑手 这个人今天要去华沙 也就是去波兰 白俄罗斯议员说是计划好的政治行动 就是要叛逃 而且这位女跑手的老公呢 今天也要飞到华沙和自己的老婆来见面 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保卫者日更名为乌克兰男女保卫者日 泽连斯基是一个演员 那么作为演员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戏演的是挺好的 演员的修养这本书估计也看了不止一遍两遍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自由时报》和《中国新闻网》里面指出 黎巴嫩政府宣布8月4号为全国哀悼日 一年前的今天在黎巴嫩 贝鲁特发生了人间的悲剧 我们今天的大世界看一看这场人间悲剧 贝鲁特大爆炸归根到底是因为巴以问题 而且巴以的矛盾不断的把外延延伸到了黎巴嫩 包括贝鲁特 储存了这么多的炸药 究竟想干什么呀 这已经很说明问题 如果巴以矛盾不解决 巴以问题不解决的话 包括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周边的这些国家 还会殃及驰鱼 贝鲁特的这个悲剧还会再次上演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报 中华聚焦我们关注德尔塔病毒 德尔塔病毒现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肆虐 包括现在中国的内地也出现了德尔塔病毒 包括澳门 你看澳门现在也出现了德尔塔病毒 一家四口 那么本地61个本土新增的病例 扬州就占了40宗 所以内地现在很多的省市 对德尔塔病毒是严防死守 不能够再让它进一步的扩散 现在只是散发的一些病例 来自于《经济日报》和《信报》的消息 来看这个消息 中国拒收什么呢 印度虾 结果是重创印度虾的出口 这里面是有一千个货柜 发现里面有新冠病毒 而且呈阳性 既然如此的话 这样的冷链的系统我不要 这个食品我也不要 那么印度确实它的海鲜产品的出口 是它的主要的海鲜创汇的产品 那么我们对这样的有问题的产品 肯定是不让 这可无关政治问题 这完全是一个疫情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来看《经济日报》的消息 外媒就指出 中国政府的采购要定国产化的新指引 前两天我们专门说到了 美国对于国内产品的采购 专门把国产化的比例 从55%提高到了60% 而且要强调继续要提高 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竖起了贸易壁垒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政府采购也需要强化国产化 强化国产化 并不是说完全从国产的品牌里面来选 而是要增加竞争力 你像美国在很多关键的产品 技术根本不像中国出口 如果我不实现国产化的话 你就会卡我的脖子 所以我们所提出来的国产化的目标 恰恰是为了提升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你不给对不起我自己会我也有 这就是我们的竞争力 体现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消息 文汇报经济日报的消息 你看昨天可能大家都觉得很震撼 就是官媒专门发了一个文章说精神鸦片 说的是网游手游这些东西 而且你看腾讯赶紧就推了七个措施 防沉迷网游 那么股票必然就会有一个重挫 而且很多朋友给我反映说要呼吁呼吁 让网游能够越少越好 不然的话自己的孩子一个是花钱太多了 另外对身体伤害太大了 有很多人把家里的钱都拿去玩网游了 买这个装备买那个装备 结果导致家里边捉襟见肘 确实网游所带来的危害比较大 所以的话也希望网游的开发公司 应该搞一套防沉浸系统 防沉迷于网游的系统 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系统把它良性的东西发挥出来 把它不好的一面把它屏蔽掉 尤其是小孩最好不要玩 路透社和经济参考报里面就指出 中国官媒就恢复了网络游戏的习文 但删除了精神鸦片电子毒品的表述 那么网络游戏在中国内地可是有数千亿元人民币的产业 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产业 但是需要对它做好相应的规范 你看全球的芯片现在供应比较低迷的时候 中国就调查汽车芯片经销商 你是不是有意识的来限制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点的话 汽车用的芯片和家电用的芯片 包括其他各个电子产品用的芯片是同一个芯片 不是说汽车用的芯片是专用的芯片 芯片是通用的 某一个型号的芯片在哪都可以用 如果其他的电子产品用的多了 必然汽车上所用的电子芯片就少的多了 关键在于开源而不是节流 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消息 监管力度没有变 中央调节奏防风险 也就是无论对互联网企业 对其他的教育行业 包括对网游的行业都需要加大监管的力度 但这个监管的力度是为了规范 而不是为了打压这些行业 只要能够规范的发展 对于行业的良性发展将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粤港澳联合搞反恐演练 你看一哥也出来都市 那么作为粤港澳 尤其是香港面临恐怖袭击的危险 而且这个危险程度是越来越大 要做好相应的防范 尤其是香港的市民要做好防范的预警 要做好自我的保护 这个应对风险是至关重要 来自于头条日报以及星岛日报 教协是不是能够改玄更章 你看教协说 今后我将聚焦专业权益等等这些工作 那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不做了 教协是不是能真正的成为教育的行业的所谓的协会 协会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但是之前他所做的事情让大家不敢恭位 独派就叫嚣正名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有人就说2024年的奥运会 应该以台湾的名义来参加 但是你看有人就说还是叫中华台北队好 不然的话你连奥运会你都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还是要考虑稳妥起见 坚持九二共识什么都好商量 好了中华速报我们一会接着说 我们来看中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6.7% 也就是上半年 总额是多少呢 23000多亿元 这个数额也是比较大 再来看经济日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是香港搞出来一个低贯通 低贯通是什么意思呢 将国际资本引入到内地的小微企业 其实小微企业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但是他们苦于没有资金 那么怎么办呢 低贯通就可能会把内地的小微企业 甚至把它打包起来 几个合在一起 来向国际搞融资要资本 这个对于内地的企业发展 将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低贯通 滴水 滴水就能够变成一个泳泉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本融资的方式 来自于经济日报以及香港电台 信报有一篇社论说 中国会放弃依赖煤炭吗 这篇文章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越来越依赖煤炭 那么这是一方面 但是中国现在对煤炭的依赖越来越减少 包括把火电的这些发电厂要改成天然气 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步骤的要求 我们既然承诺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 一定会按照计划来实现 那么有些国家不要再起人忧天 旺报和大公报里面就指出 大陆的GDP10强上海排第一 那么半年的消费的10强势是哪些呢 上海 北京 重庆 广州 成都 还有深圳 苏州 南京 杭州 武汉 而且你看重庆和成都 这两个都是美食的城市啊 它的消费能差得了吗 信报和人民日报的消息 全民健身计划2021和2025已经发布公布 这里面呢就鼓励的是体育产业 而且要建大量的体育设施 让全民健身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来看新闻云的消息 包括卫星网的消息里面就指出什么呢 BBC在河南水灾的问题上又开始造谣声势啊 中国外交部就狠批BBC 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媒体的话 对不起 你还是闭嘴 为什么 媒体要求的是公正公平公开 而不是天天造谣 好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交点话题 就是美国又要离间中俄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里面就指出 中国克冲核武 俄罗斯感觉到不安 到底是谁感到不安呢 频繁制造中国核武器的谣言 美国居心何在 这里面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美国离间中俄关系 本身就是很幼稚的事情 一方面的话 中俄已经形成了 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谁也没有办法离间 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也是一个铁定的结论 另外一方面的话 美国想来离间中俄 来玩什么反间计 我觉得美国太嫩 包括美国我相信搞这个事情的人 手里拿那本孙子兵法完全是英文版的 根本就没有翻译到位 什么是用剑 在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用剑片 用剑包括五剑 因剑 内剑 反剑 生剑 死剑 这叫五剑 我不知道美国人懂不懂这五剑究竟该怎么用 不能只知其表 不知其理 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离间中俄的关系 想都不用想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逼中国核财军很无耻 而且很无赖 为什么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中国现在有200枚核武器 这是一个假设 打个问号 那么美国有6000枚核武器 美国就希望中国来跟我去谈一谈核财军的事情 我也削减200枚核武器 你也削减200枚核武器 不就是要把中国的核武器归零吗 这就是美国无耻的地方 我们拥有少量的核武器 是为了维持我们二次核打击的力量 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而不是要和美国去搞核军备竞赛 美国拉中国就是要把中国的核武器归零 这就是很无耻的这种举措 当然我们要明白 俄罗斯很深知这一点 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步调来对中国进行施压 所以美国的美梦可以休矣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